你知道在改版之後的第一狗角是誰嗎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是 傳說對決目前綜合勝率最高的英雄 我來簡單介紹一下這隻英雄 這隻英雄的技能冷卻都超級短 有著攻擊速度的加成 物理穿透 兩段的位移 大絕招還會無敵 而且是打真實傷害喔 更重要的是 他不論是在前中後期都超級強 如果你拿來玩打野的話 你前中後期吃凱撒 都不需要損血 這麼強的神角 就是今天的主角 啊 專精菲尼克塔葉 我是BBCC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就要用的是 改版第一的最長神角 艾翠絲喔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露棒棒的造型喔 欸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是露出棒子的造型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呃對不起 我剛剛吞了一口口水喔 太緊張了 怕被黃標啊各位 今天呢為什麼我開場 就要紅開 因為對面的打野是納克羅斯 納克羅斯 幾乎99%都是藍開 我非常害怕對面來煩我野 所以我紅開完之後 就算要野區跟他激烈碰撞 我也不害怕他 更重要的地方是喔 我如果呢我剛剛直接攬開的話 我就很有機會被反彎紅buff喔 得不償失啊 好啦那艾翠絲這隻英雄呢 我認為在這個版本是 前中後期的所有神角喔 前期完全不怕碰撞 前期呢 他有內建物理穿透 有著內建的攻擊速度 更重要的是二技能 有著兩段的位移喔 所以途徑的距離真的超級遠的 那我剛前面有介紹 他是一隻前中後期 吃凱撒都不損血的英雄喔 最近呢在研究傳說 對決的英雄勝率 哇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就想說 欸 台服的第一英雄是盧蜜亞嘛 那我就開一下外服 那外服到底流行誰呢 英雄大調整應該有 竄起非常多的神角吧 不但沒有竄起神角喔 結果是反而更多的 中層英雄竄起喔 艾翠絲這隻英雄呢 其實之前就一直在中上的水準 沒想到這一次一改版之後呢 熔登月服的英雄總勝率的第一名喔 這是怎麼回事呢 這種綜合勝率第一名 就代表他是一隻 OP英雄已經要被官方盯上了 各位兄弟 那在月服的英雄綜合勝率呢 他也有排名第五喔 所以呢呃 台服目前看不到 因為台服目前的 勝率排行榜在維修 不過能夠稱霸 稱霸月服以及台服 代表他是一隻 非常強的英雄喔 那為什麼要說艾翠絲前期呢 不論是魔龍或是凱撒 都不需要損血呢 因為呢 他的被動技能 就是你當普攻之後呢 就會減少你一二技能冷卻時間 也就是說呢 那個護盾被打掉 你的下一次護盾又來了喔 也就是說你的奧義裡面 只要塞三顆奪萃 你在前期在打野就會非常的舒暢喔 不像納克羅斯一樣喔 只要一直要用身體去直接擋野怪喔 好了這邊呢 我們這一場的那個 夸克他自稱是神拉夸克 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喔 看一下對面 嗯 如果以英雄比起來的話 我最擔心的大概就只有洛里昂而已 如果對面洛里昂玩得好的話 其實我會蠻頭痛的 不過 我不怕洛里昂 因為洛里昂用大絕把我正飛的時候呢 我直接開啟大招無敵 就無視他的那個大絕招的正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 這隻英雄在現在這麼強勢的原因喔 而且在前期就算你沒有傷害喔 你光憑藉著 那個物理穿透架攻速衝去前面 突進後排之後呢 對面假如所有人把技能激活你的話 開大絕往後拉 而且大絕招呢 現在不用再看對方血量高於你 或是低於你喔 直接一排刷下去 各位漢堡刷起來喔 而且大絕招打的是真實傷害 還會附帶最大生命則傷害 更重要的是 會有100%的吸血喔 所以在前面今晚篇你可以看到 我沒血衝進去 大招只要刷到人 我就是血快要全滿了 直接走出來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 拿著棒棒的艾翠絲超級好玩 來 位移喔 距離超級遠 直接追到對面 洛里昂不要不要 哇 我的大棒棒都還沒揮起來 對方就直接被我給擊殺 而且他的鋁棒 他的鋁棒的規格也太大一隻了吧 這 他真的是拿去打棒球嗎 我是不太相信啦 而且這一套出裝呢 我用的是目前台服第一 艾翠絲的出裝喔 在岳服的第一出裝呢 我有用過 他們帶的是紅打野刀 但是 由於BBCC的反應比較慢一點喔 常常只要一拿捏 那個無敵沒按好 你就會 直接被秒殺喔 所以呢不用擔心喔 你想用打野刀或是打野服都可以 如果你反應夠快喔 你想要極速秒殺對手 就帶紅野刀 如果呢你反應比較慢 容錯率比較高 就帶打野服 就是這麼的簡單喔 帶打野服 你會發現我的天啊 在前面一直黏一直黏 對方就會覺得 你真的超級煩 就算對面納克羅斯 現在跟我站著硬靠 我完全不害怕他 你想想 我剛剛前面介紹 他的技能根本就是 所有英雄的夢幻技能嘛 哪一隻英雄有像他這麼棒的禮遇 物理殘套攻擊速度 減速兩段位移 無敵大招真實傷 唉 太爽了吧 他根本就是所有戰士 體質最好的英雄喔 哪一隻射手角如 有他這種技能喔 根本就是天下無敵的喔 好了這邊我示範一下喔 什麼叫做打凱撒 不需要耗血量喔 凱撒剛出來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斷的補攻 不斷的攻擊 不斷的刷新你的二技能 突進上去 就是這麼的簡單 這隻英雄根本就是一個 難度接近零的改版超神角喔 太誇張了各位 我覺得這隻英雄應該要活不久了喔 其實呢大家在看一隻英雄的加強或是削弱 你並不只能看台服 我舉個例子好了喔 像是台服 幾乎大家都不會玩史蘭茲嘛對不對 但是 在越南服喔 史蘭茲是綜合勝率英雄的第五名喔 外服的高手玩家非常喜歡用史蘭茲 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好直接大招英雄玩納克之後貼上去 我好害怕我怕隊友跟不上 所以我就暫時放棄欸 接招真的超簡單 這隻英雄呢 一技能就是一個範圍技 貼上去之後增加攻擊速度 傳透之後二技能滑上去 大絕招開起來無敵自保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他的減速效果 超級減速好不好 這根本就是一個 超乎體質的戰士英雄喔 你要說他是刺客 你出全攻他就是一個超刺客的技能 滑上去大絕招直接 花起來血量直接全滿 若良的大絕招不需要拍他 彈起來就彈起來嘛 我有隊友會跟上 好了這邊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鬆鬆的 把塔推進去囉 各位 過來過來 都給我過來 我直接送你們回去喔 喔 哥德爾 哥德爾 完全不害怕你 來來來來來來 喔 還敢出來喔 太扯了各位 而且你會發現喔 他這一套出鋼鐵長槍 在補上一個天叢魚 再加上本身的穿透 基本上也是維持一個 100%的物理穿透 這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哥德爾喔 他是一個裸體的狀態 洛里昂也是裸體的狀態 塔拉也是裸體的狀態 勇也是裸體的狀態喔 非常適合你們這些 小色鬼出的裝備喔 好啦 那只剩下 我跟安格列嗎 還有夸克 哇 這夸克真的是不怕死欸 納克羅斯在沒有拿到 藍buff的情況下呢 應該也是沒有什麼威脅性啦 把他也反一反喔 然後打個凱撒 這場遊戲 應該就贏 哇 這個夸克 去調戲對面的洛里昂欸 一個小漏球 調戲當今版本的大魔王 我給你一個尊敬 來喔 那我們直接貼上去喔 那塔拉就直接被我們給秒殺掉了 我們打塔拉超痛喔 我們雙穿透裝備 而且又可以幫隊友一起 削弱他的防禦力 好 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輕輕收拾 一個浪漫途徑喔 撿到了一顆頭之後 往回用大絕招拉開 這就是基本中的基本 這隻英雄真的超級簡單喔各位 在改版之後你一定要玩玩看艾翠絲 用他去打牌位 或是你不會玩的話 先去一般遊戲四個級場 你會發現這隻英雄真的太神了 最重要的是你要遵照著我的 左下角的出狀魔王奧影 你也能玩出一片天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了各位 我們明天見囉